好学生还在放寒假 玉里荣民医院1月31号起一年三天 办理大手签小手东令营的活动 带领玉里镇内国小学童 进行精彩的兵分以及才艺及团康活动 玉里荣民医院1月31号起一年三天 办理大手签小手的东令营活动 带领玉里镇内的国小学童 进行精彩又兵分的才艺以及团康活动 镇长龚文俊 北荣玉里分院副院长平列勇 人事室主任李瑞华也一起到场为孩子们加油打气 今年度的目标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推动 对于小孩子生活记忆上 以及这些辅导上能够来做怎么样 今年度做一个规划 那非常感谢荣幸今天已经率先做了 那个以一个大型的医学医院 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这些回馈 我想实实不简单 内政部医政署为了让每个学童都能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并且培育国家优秀人才 号召全国替代役服务卿单位 发起替代役艺艺男温馨关怀学童 含其课后照顾活动 希望藉由服役中的替代役艺艺男 免费提供家庭中的学童在寒假期间 能有共同进修功课以及学习成长的机会 养成孩童喜爱读书努力上进的好习惯 希望在每位小朋友能够在这里 能够学习到一些功课 还有一些活动 以及一些在游戏之中学到一些乐趣这样子 那也减兴了我们一些家属的负担这样子 让孩子能够安心在这边完成课业跟活动这样子 所以希望大家这三天都能够好好的进行的游戏完整这样子 那这三天收获如果效果不错的话 我们希望说以后都能够陆陆续续的一直扮演这样子 让我们这天乡的儿童都能够获得很好的自由照顾这样子 玉璃镇长也特别感谢各位学友专精的替代艺男的愿意发挥所长 照顾陪伴玉璃镇内的新兴学子 现场也准备了小红包送给孩子 跟学童们分享喜气 也祝福大家能够快乐健康的长大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